就有五个人罹患武汉肺炎 现在乘客困在邮轮上 也把公主号称为小武汉 就怕在船上会造成病毒传播更容易 因为即使乘客有隔离 但底下一千多名船员还是一起生活 甚至还和确诊的同事一起用餐 还有人担心在船上属于密闭空间 会不会因为共用空调增加感染风险 尤其偶尔放风会经过走廊以及甲板 这也让人联想到17年前的SARS 在和平医院的群聚感染事件 和平医院也因此紧急封院 两件事件被拿来比较 潜卫省署署长叶金川 当时也进驻稳定院内秩序 如今他也提出自己看法 他不想让他到日本的陆地 那就撤到六台空的船 一台空的船不够 那你用五台船 只要撤到干净的地方 有人来管理有人来监督 让他14天过去就可以 叶金川认为游轮上隔离 并不是适当的场所 应该一人一室隔离 才是最好的办法 据目前在船上的20多名台湾人 他则认为应该要赶快接回来 我都觉得专机把 赶快把他运回来台湾 来检验 去隔离场所 14天 也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什么方法都可以 只要一个原则 离开那个污染的场所 那个地方不适合做隔离场所 至于共用空调部分 防疫专家也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不会透过空气传染 但要注意这些带有病毒的人 接触到的地方 即使没有直接面对 还是可能间接接触感染 下一步钻石公主号 到底要如何稳定疫情 还是个严厉挑战 端新闻综合报导